生活在零下七十奢侈度的村庄是什么体验 出门得穿六层衣服 眉毛瞬间结冰 脱一口唾沫 马上碎成八块冰茬子 就连奶牛都穿着尼龙纹胸 唯恐被冻伤 这里的牛奶是很快卖的 乍一看还以为是大理石促销 出门在外 驯鹿成了最好的交通工具 因为汽车一停火就容易变成冰雕 就连在北极生龙活活的北极熊 来到这儿都得冬眠 否则容易冻感冒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极寒之地 却有着超过五百人居住于此 这里就是世界上最冷的村庄 奥伊米亚康 奥伊米亚康位于俄罗斯萨哈共和国境内 地处东西伯利亚 在寒冷的冬季 这里的温度达到零下五十摄氏度 历史上更是有过零下七十一摄氏度的超低温 因此奥伊米亚康被称为北半球冷级 也就是世界上最寒冷的永久居住地 村庄距离萨哈共和国首府 雅库茨克约八百公里 连接两地的公路名为科雷马公路 也被称为白骨之路 据报道 这条公路是由前苏联时期的犯人修建 由于天气寒冷 每修好一米就会死去一人 尸骨子就地掩埋 等到上千公里的道路全部修建完成 死亡人数达到了百万之中 这个数字虽然有待考证 不过由此可见 这里的生存环境有多么糟糕 来到伊米亚康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村庄广场 一块纪念碑树立于此 上面铭刻着人类居住地的历史最低气温 零下71.2摄氏度 由一位地质探险家于1923年记录 除此之外 广场上还处理着一座巨牛雕塑 带着牛角的球场会在这里热情迎接 每个到达这里的游客 都会获得一张官方的探险证书 已有超过70个国家的人到此旅游 球场指着身后的巨牛雕塑解释道 在奥伊米亚康 牛是寒冷的象征 而他则是寒冷的守护者 不过看他裹得这么严实 很难让人相信他真的守得住 走进村庄一眼望去 处处迎庄宿裹 方便面在这里 不用三分钟就冻得硬邦邦 刚刚洗好的衣服 能瞬间变成人形广告牌 就连狗子都被冻成狗 涂上了一层粉底 村子里有专门的供暖厂 会通过管道提供热水 为房间加热 每家每户还会自己烧柴 不管室外如何寒风凌冽 室内始终温暖如春 温度甚至能达到20多摄氏度 男女老少都穿得很难保 唯一麻烦的就是上厕所 为了避免室内的水管被冻住 这位的厕所都修建在室外 每次出门方便都得全副武装 方便完后快速地跑回室内 在严酷的低温下 当地的汽车都裹着一层皮革 发动机更是垫了一层厚厚的垫子 不开始要时刻点火 或者放入加热的停车库中 以免冻出故障 在这里日常出行最好的交通工具是迅路 吃苦又耐寒 是上班和上学路上的必备 清晨六点屋外漆黑一片 奥多玛还在赖床 妈妈却已经起床准备早餐 由于村子里没有自来水 妈妈将冰块凿碎放入锅中加热 随后唤醒奥多玛将其裹成了狗熊 按照学校规定 只有低于零下54摄氏度时 他们才能放假 但是今天温度只有零下50摄氏度 因此他必须去上学 奥多玛吃完早饭出门 还没走两步路就洗涤冰霜睫毛 学校离他家有6公里远 路上的积雪厚度甚至能达到6米 但奥多玛却无所畏惧 一路蹦蹦跳跳发出鬼叫 由于气候严寒 这里寸草不生 畜牧和捕鱼就成了当地居民的主业 一方水土养一方牛马 奥伊米亚康的牛马都是吃血长大 甚至浓缩的才是精华 为了抵御严寒 他们披着一层厚厚的皮毛 在零下60摄氏度的极寒条件下 也能活蹦乱跳 当然每隔一段时间 主人就会拿出铁梳子 刮掉他们皮毛上的积雪 还会给奶牛穿上特制的尼龙纹胸 以防他们冻感冒 在如此低的温度下 新鲜出炉的牛奶 不一会儿就会冻结成为块 这些牛马是当地居民最宝贵的财富 马儿的分辨 在冬天可以充当保温燃料 夏天可以制作驱蚊药 甚至还能用来做成雕塑 当地最有名的食物是冻鱼片 只有在招待贵宾时才会使用 村民们会将刚补上的活鱼 保持顺值 冻成冻鱼 然后拿进屋里 要立即切成薄片 吃的时候就蘸酱料直接使用 这里的土地是冻土 有着世界最深的永久性冻土层 达到1500米 也因为如此 这里的人去世 埋葬是件极其困难的事 首先要在冰面上摆上一堆柴火 烧上几天烧出个大骷髅 然后在骷髅里 接着添木材 接着烧 等到冻土染化才能开始挖坟 光是挖土就得挖上好几天 为什么奥伊米亚康会如此寒冷 这主要和当地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 奥伊米亚康距离北极圈 仅350公里 是世界上维度最高的人类居住地之一 其次 村子刚好处于一片盆地之中 东西南三面环山 唯一的开口 还要承受来自北极的寒风 这时的这里的冬季 达到漫长的9个月 有趣的是 奥伊米亚康的名字 以此为不动之水 这是因为村庄附近有一眼温泉 涌出的泉水在这极寒之地 也不会马上结冰 当地居民的业余爱好 就是下水游泳 如今这库温泉 已经成了著名景点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勇士 在凛冽寒风中 一头扎进泉水之中 体验冰火两重天的快感 当然 事情都有两面性 极端的严寒 也导致奥伊米亚康的空气 极为纯净 没有任何病菌 当地人都颇为长寿 有些甚至能活到110岁 虽然奥伊米亚康的生活 不如城市丰富多彩 但能够在优美的雪国 过着慢节奏的生活 对当地人来说 也未尝不是一件乐事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进行视频和大家 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